全民检测最后一日 截至昨晚 累计有171万9千人参与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呼吁市民 争取最后一日机会做普检 郭永恩报道 检测来到最后一日 在葵方的检测中心 早上人流不算多 有市民特意最后一日来做检测 人流不太多 可能工作人员已经熟手技工 我想不来的 我怕反围 为什么最后有决定来 人民那些个个都去了 他说很简单的 没有预约的 我今天刚刚休息 我看到他最后一日 刚刚经过就做完 高危的一定要做 高危的优先应该就 我们相对没有高危的 有资源就做完 这意思 不要杀掉那些资源 这间检测中心 全日的预约都没有爆满 我们见到来做检测的市民 大约5分钟就做完出回来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都认同未来要集中做高危群组 我们一定会集中在高危群组 高风陰群组 特定群组里面的检测 是会扩大那个组别定时来去做 以至到我们可以及早识别到一些 在这些群组里面的感染的患者 我们也都呼吁市民 如果未曾接受检测 就去57个社区检测中心那里 来去接受采用 无论预约或者没有预约都可以去的 政府计划至今有159宗 导用他人资料预约 已经转交警方跟进 《游线电视》记者郭永一报道